叶律师你好 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 我们基本上现在也是一家初创的公司 那我们也希望做一些这个 因为我们也做了一些研发 我们希望做一些专利上面的这个 比如说申请来保护我们的产权 但是我也不清楚 到底是什么阶段的情况下 我们该申请这个专利呢 现在是不是一个合适的阶段呢 通常我们给的建议 或者说我们观察到的例子来说 初浪企业通常在B轮左右的时候 做这么一个开始有规律的 做这个资产品保护的工作 为什么说是B轮呢 那中间有很多原因 也跟每个公司它具体的情况有关 总体上来说是B轮左右的时候 投资人会比较注意 这个投资方投资对象是否有资产人保护 那对应的 这样有投资人的需求 自然也有相应的预算 然后企业内部也开始意识到了 这个资产人保护或者说 可能的侵权会对公司未来的走向 或者说融资的融资方向上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影响 所以B轮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节点 比如说我申请一个专利 通常对于一个科技公司做软件的来说 或者是做硬件的来说 它一个专利申请下去 这个时间或者成本上 有没有一个类似的一个估计 还是说各个情况会差别 会达到很大的情况 我们只能谈均值 我以前待的几个律所的 他们有过一个内部的统计 基本上从提交 如果是一般情况 不考虑加速情况的话 从提交到授权 基本上需要40个月 美国三年多的时间 对于现在硅谷一些fast track 一些快速的早期的setup来说 就可能太久了 资产人保护是要及早的考虑 但是回到刚才的问题 可能在B轮之前 第一个是没有资金 另外一个是公司 其实对自己有哪些知识产权 都不是太清楚 就讲说我们是一个软件开发的公司 我们到底是保护算法 还是要保护代码 还是要把这些我们所谓的知识产权 用商业机密的形式来保护 还是用专利的形式来保护 这公司在早期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好 对 对吧 但是他可能公司都没有一个 法务就不去提了 可能都没有一个专属的 资产人律师在帮忙 所以这种种的人力资源上的因素 也制约了公司在早期没有精力 成本预算来做这个事情 但是我一直跟我们客户 早期的客户就有提到一点 可能在天使轮总资轮这个阶段 我们不需要去大量的申请IP 保护IP 但是有一点在早期是非常重要的 是要确定 这个公司的核心技术有没有侵犯别人的专利 对吧 你要保护自己也是一回事 但是在这之前你要确定自己有没有踩在别人的专利的范围上 如果是的话 那你的这个企业的方向 或者说你的引以为核心的这个技术 从一开始就应该有所调整 不然的话你在一条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 那只能是最后的结果就是你被大公司告 叶律师我想追问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确实也明白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初创企业 如果踩在了别人的专利上 或者是别人的商业机密上往下发展 这肯定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 那我怎么知道 一我怎么知道就是说 我做什么事情会踩在别人的专利上 因为我你知道我作为初创企业 我连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 或者从什么方向去想它 我都不是很清楚 那我又怎么确定 我有没有踩在一些大公司 或者是其他公司的这个专利上 第二个是我也想问问 就是说有没有一个例子 比如说有初创公司踩在了别人的专利上 这样我也可以看看 它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 导致它可能踩在了别人的专利上 第一个是我们在业内 我们做这个叫做freedom to operate 这个analysis 它的freedom to operate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工业的领域 或者这个细分的市场 有没有这个freedom to operate你的idea 你的practice 你的invention 这种情况下我们通常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根据你们核心的技术 去检索世界 根据世界范围内目前已经有的专利 然后检索的结果可能有几百个 几十个或者十几个 好运气好一点几个 然后我们把你们的产品 或者说你们的技术 跟他们进行敌对 然后来确定说你们有没有侵犯别人的专利 这个过程大概初期一般的收费大概是两万三万的样子 虽然它不是很多 但是对总资能天使人的公司来说也有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支出 但是我一直觉得这笔预算是很难去审 第二个问题是说有没有这样的例子说这个是财的 对这太多了 现在每年都太多 有一些是Google的 有一些是Microsoft 他对一些初创的企业可能并不是什么的 也在2012年或者到2014年那个阶段 大家在法律界一直讨论过 我们的专利体制到底是为了要保护什么样的创新 实际上这些大的公司越来越大 还是保护初创新企业的小公司的这些萌芽 当然是有很大的debate 但是从实际操作来说 我们还是要强调说 能在早期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说我到底在市场业界有没有踩到别人的专利 有没有侵犯别人的专利 如果有我们怎样调整 如果没有 接下来我们要怎样保护 这其实就是一个 你如果把它想成一种圈地运动还蛮好理解 就是说这里有一块田野 你也不知道这个地被谁占了 你要想去占一块地 那你要想去占一块地的前提是 你要确定这块地是不是别人 但我这地方可能有一些理解的误区 但我至少听到过这么一个传闻 就是一个软件是很难去申请专利的 所以对软件的这个创新才能这么的源源不断的进行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谷歌它的成名的制作就是它的搜索引擎 对吧 那我相信它一定对它的搜索引擎进行了某些专利上的保护 那当然我自己确实是没有查询过 那可是这个也不妨碍我们现在再去开发一些搜索引擎的这个技术 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谷歌去告过那个后来的 比如说微软啊或者雅虎 甚至是现在最近还比较流行的这个DuckDuckGo 它的一个卖点就是谷歌侵犯人的隐私 我们不侵犯人的隐私 我们做一个不侵犯人隐私的这个搜索引擎 那如果搜索引擎本身这个技术能作为一个专利被谷歌申请的话 那DuckDuckGo啊或者是后面发展这些搜索引擎的公司 显然就会陷入到专利的战争之中 所以我在想 比如说对于谷歌它开发的这个搜索引擎来讲 它是不是不能拿这个搜索引擎本身做一个专利的申请 或者是作为我们一个初创公司来讲 我们有什么办法 比如我也想做搜索引擎 但我又能规避的谷歌这个搜索引擎 它如果有的话这个方面的这个专利 我们就拿一个大家通俗一点的例子来举例 这个问题非常好 我马上给你看能不能分享一下我的搜索引擎 对这个是我们以前做的一个PPT 它正好是讲到这个Google的这个核心专利 它的这个核心专利是树壁库的一个节点的排序 当时谷歌的市值跟现在肯定不一样了 但是我就给你看一下 它的那个核心算法中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特征 是被注册成了专利 那你说为什么Google没有去告或者说没有去 inforce它的专利呢 因为你也不知道 你只能我们从外界只能知道它没有这么一个诉讼 但是他们之间有没有授权我们是不知道 第三方其他的搜索引擎的开发商可能早就从谷歌那里拿了 付了授权费之后拿了它的软件的专利的授权 还有一个例子是Android系统 你知道Android系统都是Google开发的 但是每年Google都因为Android系统付给微软大笔的授权费 因为Android系统大量基于微软之前的专利 我又有一个问题了 他比如说像谷歌搜索引擎的专利 就像叶律师你放在我们share screen上的 那这个东西是一个内部运营才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举个例子一个技术特点它申请成了专利 可是我网站显示出来的状态就是外部的人是很难看到我内部使用了什么样的技术 那谷歌是怎么知道我有没有用它的专利 Waymo和Uber之间不是曾经报出来过一个专利的诉讼吗 就有一个员工拿了谷歌的技术 然后到Uber上去运用了吗 那他之所以会暴露是因为那个员工一不小心发了一份邮件 回他的老东家好像是把这个里面的技术细节给爆出来了 那如果不曝光的话 出创企业是不是就会被免于这个专利的诉讼 比如说一不小心我们可能跟某个专利就巧合了就重合了 可是对方也不知道我们是使用了这项技术 因为我们自己也从来不会披露 我们也不是故意的 你这里涉及到两个概念 一个概念叫做专利侵权的detectability 就是说我作为原告我怎么能知道对吧 对 这个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作为一个公司什么时候要去申请专利 对于有些我们根本就无法检测到的侵权行为 我们我的建议是根本没有必要去申请专利 但是我刚才通过你的问题 我又感觉到你有一个confusion的地方是 你把trade secret跟专利搞混了 trade secret就是我们讲的商业机密 而专利是我们讲的pattern对吧 对 那维某那个案子主要是trade secret trade secret跟专利的区别 那么从头讲一下这专利怎么回事 专利从根子上讲就是说我作为一个社会 为了要促进创新 我鼓励大家把自己的发明拿出来给大家用对吧 每个人都可以用 所以专利的前提是你要把你的发明公开给整个社会 别人如果作为政府我不能白从你那里拿你的发明对吧 这样大家都不去做这件事情了 但是作为政府我给你一段时间你是可以独享这个市场 比如说这就是专利的年限 就20年半从提交开始算20年 说20年之内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可以使用这个技术 因为这是你发明的 如果别人要来使用你的技术 他要么向你付授权费 拿到你的授权 如果不付你可以告他 这是作为政府的一个trade 就是我从那里你那里拿到你的发明 我给你一段时间的monopoly trade secret不一样 trade secret是不需要公开的 trade secret就是我所有的东西我都不公开 但是别人如果要来偷的话 你是侵犯我的商业积民 你不能偷 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最大的区别就是reverse engineering 就反向工程 如果是说 如果你有专利了 对吧 有一个专利 别人是自主研发的 对 别人自主研发 完全没有抄你的 完全没有看 完全不知道你的存在 他自主研发 出来的东西跟你一模一样 但是你有专利 他一样侵犯 这个和你去偷来的 比如说reverse engineering之间的性质不一样 如果你没有神经上 你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公开过 以商业机密的形式去保护它 别人在那里自主研发 也好怎么样也好 做出来的事情跟你一模一样 你没有权利 因为他没有去盗窃你的 上业机密 那当业机密侵权的一个前提 是有盗窃的行为 对 对吧 我们这个代码库全是自己做的 然后从来没有参考过别人的东西 如果别人没有申请专利 你们totally fine 对吧 如果申请专利了 你们就有问题了 那也是为什么 我说那在出场 其实在最早的时候就要去考虑说 我有没有亲朋别人专利的第一步 是要去检索 世界上有没有别人已经公开了这个专利 这个部分公开的东西 我们是查得到的 如果他们没有公开的话 对不起 那我自己做出来的东西 我就可以用 所以Google的话 他公开的这个他的算法 这个这个节点排序 别人当然可以用 别人用的前提是他只要交费就可以 当然如果我们对他的这个算法的排序 比如说做一些些微的调整 让他跟他原有的东西 不是完全一致的话 是不是也可以避过去 你可以 这就涉及到一个亲不亲权的概念 亲权的概念是怎么让来判断呢 我们看到这个权利要求 这个叫做Claim 你看这段话里边有 这个Preamer 我去看它有三个要素 一 Optaining Assigning 跟Processing 如果你的算法 这三样都在你的算法里面找得到的话 你就有侵权 你就是侵权了 所以如果你在它的技术上往上加东西 不管你加多少 只要有这三样东西在你的算法里面 你还是侵权 但是你可以减 说我的算法比他比他精简 我不需要用到第一个Optaining 这个亚传东西 那我就不侵权了 就是在它的基础上 加薪的功能是侵权的 可是你只用到了 这个东西是 比如说我少了一条 我就不侵权了吗 还是说我只要碰到一条 我就侵权了 对对对 如果这三条都在你的产品里面 都在你的算法里找得到的话 那你就侵权了 如果没有一条 就说我只有它两条 我不是都有 这个它就 你们就不侵权 那如果我当时在学校的时候 其实因为谷歌的这个算法还是很出名的 我在学校的时候 作为一个科研的项目 曾经也开发过这种就是内部使用的这个搜索引擎 但是因为没有商业利益 所以谷歌也不会来来找我的麻烦 它甚至也根本不知道我的存在 这个是没事的 这个又有两个概念 你侵不侵权跟你值不值得告是两回事 对对对吧 你告了你一个学生或者是一个大学又有什么好处呢 对吧 对的 这没有好处的事情 他不去做 至少在专利方面 他不去做这个事情 论上也是侵权的 但是这是专利范畴 但是你要说到一个以教育为目的的 那你就落到另外一个概念 那个叫做copyright infringement 在版权侵权的世界里边有一个东西叫做fair use 就是说以教育为目的 非盈利性 这个可能在落到 在我们分析是否版权侵权的情况下会有 但在专利情况下 教育为目的不是一个抗辩的理由 比如说我也做了一个搜索引擎 可是我内部的算法 其实别人是不知道的 我可能按照谷歌的这个 刚才提出来的这个专利的这个方式 比如说分配了一些分数 到每个document里面去怎么样 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算法 那可是完全可以有一个不同的途径 做到这么一个东西 可是外部显示出来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个我也觉得说非常奇怪的一点 就是那谷歌除非能够派人打入到我们内部 否则他怎么知道 就是我们是在用这一套算法 第一个问题问的 其实是说涉及到一个discovery的process 就是说我们在专利侵权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阶段是说 法庭允许对方开始取证 那取证这个范围就非常大 取证的范围有可能是你公司服务器上的所有数据 如果法庭允许对方调取这样的证据的话 你后台不管是什么代码 他们都看得到 所以这个东西是法庭有的时候会允许你打开自己家的代码库 让对方来进行调查 对对对对 可对方先要满足他们的举证责任 他们的举证责任也许是说 你就同样一个搜索引擎 你也许是你用不同的算法 也许能达到不同的类似的效果 但如果是太相似了 或者是法官司 前个观点词所有出来 前一万个所有结果跟我们的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那法庭就会说他这个举证相当有分量 对吧 有可能你后台的算法是完全一样的 那法庭给他们这么一个举证的范围也很正常 那所以这个是法官有自己的决定权 这个地方就是说 依他的常识或者依他的判断来 就是说应不应该打开这个 那我的第二个问题 也是我的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那我如果说我们作为一个软件公司 一个将来要去申请专利 比如说我融到了B轮的投资 那我应该是去做专利的 通常是去保护我软件的哪些方面呢 这个问题非常好的是 就是假设你们在B轮以后了 我要回到刚才这个Google的这个例子 你看他保护的是什么 是一个method 你看他保护的只是一个方法 然后这个方法呢 有三个步骤 甚至这三个步骤都是没有先后顺序的 虽然这个没有这个先后顺序会有一点奇怪 但他并没有限制说这是一个有一个先后顺序 他一个这个方法有三个步骤的这个方法是非常 general非常broad的一个protection 你不管用什么样的代码只要实现了这三个步骤都是侵权的 对于软件公司来说它最重要的 它不是说界面也好界面我们叫界面其实是另外一块 界面它是用它是它是以design application来实现的 而不是以发明而不是以utility application来实现的 界面可以以后再考虑 但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在初期就把自己算法的主要的步骤先保护起来 明白了 那谢谢列律师今天对我们的讲解